如果你在升级中也能学会这个方法 那你真是太酷了 如果你已经卡在平台机好几周了 或者说不管怎么努力 你都没办法多推那么一个 甚至同样的重量 你能做的次数还比之前少了就很烦 那你要仔细听一下了 我们健身不仅会带来适应 还会带来疲劳 前期疲劳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大家的进步都很顺利 我也很顺利 我觉得我明年就能打傲载了 但当这个疲劳一直叠加的时候 身体受不了了 运动表现就开始下滑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努力程度不够 越是加大努力就越是疲劳 越是原地打转 这个不分新手老手训练水平 世人他就会疲劳 上到中年大叔 下到十几岁 高中小朋友 我都知道过 他们都可以通过一个概念叫做 减载来获得进步 因为疲劳会比适应消退的更快 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减载训练来消除疲劳 反过来提升运动表现 通过恢复肌肉的糖原储备 神经系统 缓解关键机械压力 以及调节技术水平 这就是减载的必要性 那原理讲完了 怎么减载呢 减载一般是一周 减载周 两种情况 如果你是每次训练 都能在运动表现上取得进步的新手 你突然连续两次都没法进步 甚至是退步了 怎么办呢 下一周的所有训练 减去10%的重量 组组和次数不变 如果你不再是新手了 我们可以在下一周保持重量不变 容量减半 比方说 之前练凶100公斤 十次推三组 就减成100公斤 八字两组 总的来说呢 就是新手减重量 非新手减容量 多久减一次呢 建议是4到6周 不管你的运动表现 有没有下滑 都主动去减一次 主动去清理内存 这样你储存东西的时候 才不会有卡顿啊 如果是在已经卡顿的节骨眼上 去被动的减载轻内存 那你可能就需要牺牲更多的东西了 减载周 周期性训练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俩概念可能对大家来说 有点新了 听不来懂 但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呢 科学的训练方法总是值得一讲的嘛 心里有说 拜托 我讲的这些很干的好不好 这些都是训练的底层逻辑 不管听不听懂 给点表示行不行呢 要不然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好 各位小朋友大朋友 二终见快乐 拜拜